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是最意想不到的礼物 还有我觉得这份礼物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 就是它不是一个问回来的东西 它不是说我可不可以跟你有个合作 它是真是一个不知为何自己在地上发芽 然后就收成了 是有一个很惊喜的感觉 其实一直由收到一首歌到做一首歌都没有压力 直到真的要出一首歌的时候才觉得原来自己这么紧张 就是我这首歌派之前的那个礼拜 我是每晚睡觉都发梦 post social media post错啦 post不到出去啦 然后upload file上那些音乐平台的file有问题啦 总之这首歌出极都出不了 就是有点像那些人考DSC 会发梦自己不记得带笔啊 不记得温书啊 诸如此不记得带准考证啊 就是有点这样的紧张的心态 从来没有有过 就是就算是我派第一首歌 就是人生得那个机会去出一首歌 签公司的时候 我都没有那时候有兴奋感 但是没有一个死了死了死了 会不会错失了一些东西 会不会错失了一些东西 会不会做错一些东西 会不会做错一些东西 以前那个是一个很多的未知的盼望 所以我觉得你问我有没有压力 其实我觉得是有的 就是有时都会想死了 如果天派这么多天使给你 自己炒了怎么办呢 至今好像都可以 成绩都挺好 我想我一向给自己的唱 都可能是八十多分 是的 有时唱到一百分 未必是好事来的 我觉得那八十多分 其实都是嘉谦老师改卷 是怎么改回来的 其实有很漂亮的 或者很完美的 我认为一百分的帖 但在他眼中那些一百分的帖 可能是五十分的 对于他来说 但他就选了一些 可能我觉得五十分的帖 但他觉得是八十二分的帖 我觉得那份卷是嘉谦老师改的 我反而是 我觉得越唱歌越久 就对某些事情没有那么执着 我觉得以前是要这样唱 或者是要这样表达 但是一来嘉谦认识了很多年 我们有合作过很多首歌 他又做了我有几首歌的半个监制 所以其实他都很认识我的声音 所以我去找他 我也是想给他这个审美 就是审美给他做决定 因为我相信他的审美 那吃得咸就看得喝 而且中间也有些说 这个字是不是 这个字呢 真的是这样的 不是吧 重复听 我也觉得这个最有感觉 那好吧 那相信你 是啊 我觉得是不是一个改变呢 就是我挑剔自己多一点 是的 我以前真的会挑剔自己多一点 我觉得现在那个不是说不挑剔 我觉得现在是那个 选择的表达方式不同了 所以我又不觉得是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改变 我真的不知道我不应该用改变 只不过是选择去呈现哪一面的自己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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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有安全感了 就是当你有安全感的时候 你就会不怕去改变 我觉得以前家卿也有说我 也不知道 有时候知道你有些选择 但也不知道怎么说 你因为觉得你很执意要这样做 那其实我想起来 我说其实都是没有安全感 多过自己真是很信心 这样做 是的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成长 而这个成长令到我觉得 就算它改变自己的东西 也不代表那东西不是自己 是的 是的 其实我说真的 入了行都十年了 就是 捱又捱过 拿奖的moment 有台又上过 有时候我觉得 奖项或者是否金曲 或者是否得到一个什么位置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的事很少 而且也没有人老奉要给你一些什么 我觉得 我自己的心态就是 其实我在做神爱世人的前期 准备出歌的时候 我也有跟我自己说 这首歌本身是一件这么开心的事 你怎么搞到自己不享受这个礼物 这个这么好的祝福呢 我觉得 所以我现在自己去看的就是 因为要做的事情自己自己尽力做 就是人家的事情控制不了 但是你尽力去改变你自己可以改变到的东西 如果最后都是不行或者不属于你 那都是命来的 我觉得以前会比较 哎呀 这次又不行 或者是 也不是说只是看自己 而是有时候很多事情觉得自己可以控制 但其实这个世界上 无论你做哪一行都好 其实很多事情你都控制不了 这样的时候 无谓加注自己这么多压力 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对我的情绪 我很记得我之前有些派歌 初初回来派歌的时候 我也有跟它说 这首歌好像不太好 它也会来安慰我 或者帮我去分担一些情绪 它是一个挺鼓励我去展现自己情绪的一个人 所以某程度上我想我自己都找到一个情绪的 可以寄托的位置 如果现在再选择的话 都应该是会回来的 是的 因为我常常觉得自己想着走 如果要走的话 真的走了很多年 说一句 又巨星到现在都入了十五年 说出来都觉得 十五年的光阴就这样走了 原来 但是 是的 我觉得因为自己真的喜欢表演 喜欢唱歌这件事 很难走 是的 我早前在社交媒体上 推出了自己 这么多年来做过的歌 然后觉得 哇 其实原来我也唱了很多歌 其实 当然 我现在 我不可以说自己很有成就 在现在这个行业里面 但是我也觉得 在这个行业里面 留到一个时间 都是一个成就 都谢谢大家 我觉得我是一个需要被需要的人 就是巨蟹座 我不知道有没有关于巨蟹座的事 但是 当有人跟我说 我真的很想着你唱歌 我就会心动 我真的不知道 我很记得之前有个访问 我想唱歌唱到多少岁 我说可以唱到多少岁 就唱到多少岁 我说这是一个福分 但现在我真的不知道 世界变得太快了 我觉得 其实我们没有估计会发生的 例如 疫情 其实有时候 也无论到你去做一个 如何的决定 我现在是 顺其自然 如果我还有机会可以唱 我也不会走 也无法求的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你去求 也求不到 有些不求的 它又会出现 所以 对 是过程来的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得着 是我认识我自己 我觉得是一个 每一个人 他的成长都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 我很幸运 我又用音乐表达 我写一些什么歌 或者我唱一些什么歌 或者我遇到什么的人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去认识了 其实我自己 在我自己的人生 是一个什么的模样 就是我自己想 做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又觉得 幸运地我 没有什么迷失 或者是 这是 走不走走走走走 这是我觉得自己 走不走走走走 就看你怎样看 我爸妈都会觉得 我走走走走走 其实应该 意思是正正常常的 然后健健康康地 去成长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觉得 其实可以一直做 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这个已经是我最好的一个 我都做了這麼多年 勸了這麼多年都不離開 他們都放棄了 我覺得他們不太理解我們的行業 媽媽比較好 她會很興奮很開心 拍照 我爸爸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因為我爸爸一直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他有時都會問我最近在做什麼 我說我唱歌 他說還在唱歌嗎 他不是很知道的 但我很記得在2019年開拍音樂會的時候 我們進入演唱會的麥花手場 大家送的花都會放在那裡 我進場就看到很多人送的花 然後她就問 為什麼我們沒有送花 全部都是別人送給鄧小巧 我們自己呢 她就叫我姐姐 說要馬上去買一個 但大家知道2019年什麼狀態 其實你也不是隨便 要買花就買到 要訂就訂到 但我覺得這也是我爸爸一個口裡說筆 我覺得父母就是這樣 她想你安穩 多於想你熬苦但做你快樂的事 我姐姐仍然很好 我依然跟她很親密 她也會經常留意我的東西 她說你這首歌很好聽 但我還是唱不到 很搞笑 她經常都說 你可以出一首歌我能唱到的 但是我都不是 但我受到小孩都不是很難唱 我真的嗎?很難唱嗎? 傻瓜 不是 因為我網上有很多人掌握 所以我看到她們都唱得很好 短期的目標是開展示 我們下年想開展示 因為我都有一段時間沒有開 所以我都存了一些歌 那些人都很喜歡唱歌嗎? 也是 我也覺得是 雖然我出的活動 可能會有 但是大家看演唱會的時候 都會看到她們真的喜歡 那我也接受自己 就是一個這樣被愛戴的歌手 但我也不介紹一些粉絲 發花瘋的 歡迎 我那天說 好像大部份的歌迷都是追求人 然後我問說 為什麼大部份的 有少量Ian的 那我問 為什麼大部份都是Ian的分析 就是 因為很多Ian都是很Emo 又經歷過什麼 所以Emo的人 就會想去聽我一些 療癒方向的歌 所以就會 她就說 他們是這樣解釋 但也有人說 Ian是被Ian的特色吸引 所以如果歌手是Ian的話 我就會吸引 我也不知道 這個 大家去分析一下 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都不 順其自然 但應該這樣說 她都年紀大了 我都開始進入高齡產活的年齡層 所以對於我來說 有沒有小朋友 不是我人生圓不圓滿的一個 我覺得人生 找到你自己喜歡做的事 每個人人生圓滿的方式都不同 有些人是開一間咖啡店 有些人是升一個很好的職位 有些人是做一份很有意義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的 人生的步伐都不同 我自己就 幸好跟老公都有共識 Thank you 好